3 我是來自東莞 情商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叫朱秉中 職務是副總經理 在公司負責 業務 銷售 研發 採購 工程項目 那麼我們在 情商在多年的發展 過程中也集了一些 行業經驗 在這裡重點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在 相互運作上所 採用的一些商業模式 那我們主要在 通過 LED這種 節能產品 我們叫節能設備 通過EMC的方式 進行市場的推廣 那麼在EMC的 模式基礎上 我們也創新了很多 商業模式 包括EMBT 那麼這種EMBT 來說就是我們把這個 模式的 這種結電 收益把它固定下來 然後把固定收益的模式 變成我們 跟EMC的模式結合 那麼就產生這個 我們叫EMBT 那麼在這種商務上 在運作固定中 能夠很好的 跟業主 跟我們的金融機構 跟我們的保險機構 一起來把這個項目 能夠得到很好的運作 然後得到很好的收益 然後把收益能夠 風險能夠向它最低 收益能夠固定化 但是我們在目前 比較大量使用 那麼第二種創新模式 就是我們講 叫工廠孵化計劃 那我們如果輸出 我們的技術 輸出我們的管理 使我們的一些 當地政府 使用這種 招商引擎需求 有這種做大產業 做大想 服侍這個半導體 照明這個產業需求的 政府能快速地得到 當地能夠快速地 培育出一個品牌 培育出一個產業來 那麼我們就能夠 輸出這個 核心模組 輸出我們的供應鏈 輸出我們的技術 輸出我們的管理 打造一個 在當地打造一個 新的 半導體照明品牌出來 能夠快速地 實現當地的一個產業化 能夠快速地 創造這個 GDP和稅收 為當地的企業 為當地的漸展 做出這樣的貢獻 那麼我們再 我講完了差不多了